所以说他们是火钩的 我敢说没有任何人比加拿大人更懂的生活 吃完饭只要有空的就是晒太阳 也从来不会在自家地上种什么菜 吃的啥的一水的花花草草 他们对于生活的哲学就是一个字 玩 就这 汽车后边驾自行车 这样的搭配也只有加拿大能见着 但是另一方面 加拿大又是一个老龄化特别严重的国家 主要是因为年轻人太少了 而加拿大的人均寿命又特别长 80多岁 所以这么大岁数了 这大爷还得当保安 而满大街随处可见骑车送信的邮差 也是白发沧桑的老人 本地年轻人本来就少 而且还不想上班 就喜欢躺着晒痒痒 知道加拿大为什么是移民国家了吧 本国劳动力严重不足啊 就连超市的收银都是白发沧桑的大妈 而加拿大航空的空乘更是空奶奶和空爷爷 这儿的年轻人心态就是乾坤为马 你我皆是黑定 只要不肯努力 迟早有一天会人头出地 而老年人虽然可以退休 但是他还想上班 上班就是个玩 挣钱就是口坛 主要想找个人说话 七十之下我无敌 七十之上一换一 并且在这儿老年人上班很常见 两种活法呢 每个月都有钱拿 无关乎对错 细节决定成败